刚才呢我们问了很多的嘉宾 对于春节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 或者说哪一年春节让你印象深刻 他们的答案不一样 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问题问到三位 你们可能给出的答案会有些一致 那就是2022年的春节 它不一定是你记忆当中的唯一 但一定是其中之一 2022年的春节距离冬奥的开幕 只有几天的时间 那会儿你们都在干什么 是休息呢以最好的状态 面对冬奥 还是说假惊训练 大敬 其实我们对待春节 是有一个特殊的感觉的 因为我们每年在最忙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冬季的时候 开始马上过年的时候 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要面对着比赛训练备战 其实今年的春节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大家最向往的春节的时候 我们在积极地备战准备奥运会 当然更期盼着说我们能够队里面能够年味更重一点 会有一些活动 有一些贴春联 包饺子的活动 但是我们今年还是真的是用全身心地投入到冬奥会当中了 那头呢 咱们女孩子那头呢 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在问的时候 我也听大剑说了 其实我们整个的 因为对于冬季项目来说的话 其实整个的一个过年的流程 基本都是相同的 然后唯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 之前我们的赛季可能在春节期间 我们都是在国外参加世界杯的分战赛这样的 然后今年呢就是在国内 我们自己加盟口过的年 然后同时呢 虽然我印象挺深的 当时虽然是马上就要开幕式了 但其实你想 你想我们当时不是发装备了吗 对 就那个时间段正好是我们发那个 冬奥会的那些服装 然后我特别开心 然后我当时还跟我爸妈妈视频 每一个每一件衣服都穿上 然后就是秀给他们看 然后我当时还模仿了一个场景 就是我说如果我要是拿冬奥会冠军了 我能不能当闭幕式的棋手 这件事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肯定能作证 然后当时我们不是发了一个小短的那个国旗吗 然后我还演示了一下 然后结果真的是美梦成真 美梦成真了 然后也拿到冬奥会冠军了 也拿到这个跟我们也有高纪中国梦的 这样一个闭幕式的一个场面 对 然后非常的不一样嘛 就是其实就是在完全的沉浸式的 在准备冬奥会 嗯 听你的 我准备的可多了 怎么呢 我一是保证训练的情况下嘛 二是大过年的也是在积极的备战 或者是当开幕式那个棋手嘛 一直有那棋手魔咒嘛 所以说就非常紧张 那个年过得也没怎么过好 在紧张中度过 你当棋手开幕式 你想想中国代表团 你当心里你举着那个棋走的时候 你心里想什么呢 还是想拿冠军 想这个是我要在我的这个项目上拿冠军 对 因为就从来没有过开幕式起手 拿冠军这个先例嘛 所以一直有起手魔咒 所以当起手开幕式的 就从来没拿过冠军 哦 对 但你打破了 所以我就给他打破了 要不一直忐忑了嘛 哦 对对 是举席的时候一直在 进场的时候一直想过 打破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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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四个词 刚才其实孟涛有一句话说 过年的流程大致都一样 我突然想起来 其实你们四位跟书彦 你们都是东北的 对 反而是哈尔滨人 你们小时候应该过年 那个感觉都差不多吧 其实小时候学校会有交冰场 然后其实我们是 马上期末考试之前 就开始在冰场上玩了 对 我们所有的汉地的 就是什么抓人这种游戏 都在冰上进行 你知道吗 就其实难度还挺大的 你要说到这个 我就得接一下你的短 你看看人家三位都是东北的 人家冰上技巧 你再看看你 因为我们才有一个这个 关于冬奥的一个项目 我们一块参加 直逼不上的 你知道我打粗溜华 说的就是张冰 生熟了 生熟了 不过确实 哈尔滨其实整个东北 年味都特别足 有一种马上就要进入 过年的这种喜庆感 其实说到北京冬奥会 确实是中国的冰雪舰人们 取得了娇人成绩 而且在很多项目上 都有很大的突破 离不开教练员们 运动员们的心情付出 我想问问大敬哈 比如说刚才你说到了 训练呀 备战啊 同时也是马上就临近过年了 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想过 过年也挺想回家的 有多少个春节没回家了 最怀念家里的什么 我有大概十几年 大概十六七年的时间 没有回家过年了 所以就过年对我来说 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陶姐说的 有的时候我们能赶上 在赛场上过年 能赶上在训练场上过年 甚至能赶上在飞机场上过年 这些我们都有赶上过 所以很向往 很向往能够回家 跟到家人在一起 吃顿团圆饭 吃顿家里人包的饺子 然后大家一起 我们小时候有这个 习俗 饺子里面放那个钢泵 对 放硬币 放硬币 对 钢泵是东北花 放硬币 吃到硬币了就有好运 幸福 幸运 包花生 包糖块 对 特别开心 然后为了吃到这一个硬币 你会吃很多饺子 吃很多很多饺子 我人生第一次就吃20个 给我撑的呀 但其实那都是属于 我们小时候 特别美好的一个记忆 当然我们也希望 能有这样的机会再去重温 其实2022年 对于孟涛来说 那也是意义非凡 你看孟涛取得了金牌 然后又完成了 自己的人生大事 这双喜临门 但是我想这两个喜事 对于你来说 心情肯定也会不一样 对 非常不一样 因为 其实我感觉 整个这一年的话 你要让我去提炼一个字 那可能就是家 因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 是跟着我所有 其实体育代表团 所有关心我们的人 所有我们的队友 我们的团队 对我们这样家人一起在家门口 拿到了这个冠军 然后自己的新婚 其实也是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家 其实整个都是一个非常幸福 然后很有生命力的一年 孟涛的名字也特别特别好 孟涛的这个名字 其实很多朋友有些不知道 问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她的这个孟涛二字 是她的姨姥姥 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刘兰芳老师取的 取自一句话 孟里遇陶宫 笑看红尘世 是不是当你的人生当中 或者是运动生涯当中 每每遇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 你想起了这句话 想起了这个名字的由来 也会给你几分前进的动力 是的 其实我就是属于这种心态比较好 然后心比较大的人 然后可能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时候 会有一些低谷 这种自我纠结的时候 但是很快就会走出来 然后其实这个名字的寓意给我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尤其是孟涛 然后桃子 它也属于一个比较好吃 然后又水灵 因为我们都没有话说 就水灵的那种水果 然后感觉放在名字上 还好好听 确实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 跟孟涛在一块合作 他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 这个大镜绝对可以作证 是 是吧 可能是咱们东北人的特点 就基本上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也很开心 真的是被孟涛的乐观感染 我就记得当时电视转播 然后你捧着国旗 我是第一吗 当时我们在电视机这边 都想给他发微信稿 说实话我在看我也是眼泪飙出来 对 就是由内心而外的为你自豪 然后为咱们整个中国队 感到无比的骄傲 但是是你在场上 替我们所有人完成了 又是你的梦想 又是所有人的冰雪梦想 特别开心 所以到了2023年了 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 新的目标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坚定目标 不忘初心 然后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父母 因为刚才提到大静那里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有感触 他说他十六七年没有回家了 真的 就是我练这个项目的时候 今年是第21年 然后我们基本上是 真的是没有陪伴过父母过年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是 我爸爸他是大年初一的生日 在我印象当中 这20年是没有陪他过过生日的 所以就是希望今年可以父母健康 然后我不忘初心 我都陪伴他们 希望您蒙场成功 接下来我们跟婷宇聊一聊 好嘞 婷宇是第七组 对 划完之后后边还有第八组 心里忐忑吗 还有八组 还有八组 你划完之后后边还有八组 你心里忐忑吗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忐忑 因为当时也是因为身体受了伤 所以说也是发挥 自我感觉没有那么完美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稳 所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 像过山车一样 但是最终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那心里头又像坐过山车 对 最后一组 其实他划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已经起来开始庆祝了 因为我就知道他已经划不过我了 所以还是非常激动的 这种底气一来是日复一日的训练 还有一个就真的是打心眼里的热爱 我听说你对于冰雪的热爱 你说虽然对于冰雪很多人都是刻在 尤其说我们东北小孩刻在基因里的热爱 但我听说你当时为了想要练好这个项目 很多朋友不看好 包括父母不是那么看好 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 对 因为小时候也是在学校里教的冰场 就是土豆之类的 然后一放学就别人家的孩子都回家了 然后我妈就找不着我了 说我玩干嘛去了 然后就上学校找老师去了 老师说你人儿不带着滑冰的吗 那时候我妈才知道我当然滑冰 后来滑到稍微快了一点之后 老师就上家去了 找家长去了 然后说你儿的现在滑太快了 原先冰鞋已经穿不了了 咋整啊 换换装备吧 对对 要不你就别练了 要不你就换双冰鞋继续 然后我妈说那你就别练了 然后我说那不行啊 然后后来是跟我妈说完之后 然后她看我这么喜欢 我说你要不让我练 我就不念了 不上学了 好啊 告诉她 因为五小 从小知道拿捏战术啊这是 从小就要格路啊 从小就格路啊 跟大家翻译一下什么叫格路 从小格路 就是嘎咕 就是嘎咕翻译格路 都听不懂 就是人家说东北话呢 两个字翻译两个字 你都听不懂 四个字翻译四个字 你也听不懂 对 我们是魔法打败魔法 就比较执着的 比较执拗的 有一股钻劲在里面 对对对 有一股钻劲 有点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你解释完反正真的 跟我就是 就是当时冬奥会结束后 就我解释的不一样 就高级了 这个是 我也是 这格路在我这认为 就是格格不入 那不是你也有点那个了 悲观 我当时 当时冬奥会结束了 就是这意思吧 对 但今天一听你解释的 我发现这个 我这词好像 显得发热 不是在挂的 没 以后我们就是三个人 我们都是葛璐 来 葛璐的故事你继续 到哪了刚才 没有 我还是不换鞋 然后你不给我弄鞋 我就不练了 然后后来我妈也被我打动了嘛 说那你要一定这样的话 我就支持你嘛 然后后来也是 后来是她劝我 不是 后来我劝她 我说妈 我不练了 太累了 受不了了 然后总也不在家过年 然后跟家人不能团聚嘛 我妈说那有练到这儿了 你咋整 再坚持两年 然后你就爱嘎嘎吧 然后我说那行 坚持两年嘛 坚持坚持十来年过来的 你不但合路 你还挺善变的 太累了 然后后来我妈就是你看 这两年坚持咋样 我就算十年了 对 其实你看我们每一位 奥运舰儿他们的成功 除了有师长 有身边的朋友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最离不开的就是 家人在背后默默地一直 推着你 推在后面 推着你往前走 这种力量是无形的 但是是最温暖的 最有力的